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2134集 现在回答我的第二个问题 据说黄山的秘密都被整合到了九龙铺 大家公认地开启黄山秘密的办法是用黑金钥匙 可是用黑金钥匙开启秘密 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必须要找到黑金钥匙插入的位置 早在一年前 我那位朋友秦国强和他的一个兄弟就来过这里 他们找到黑金钥匙 兴冲冲地跑去要开启秘密 却发现根本不知道那黑金钥匙应该插入哪里 他们在九龙铺待了三个月 寻找黑金钥匙的插入口 可却根本找不到 在如此情况下 两人不得不就此离开 寻找新的开启黄山秘密的办法 因为经过九个月的寻找 秦国强终于找到了开启黄山秘密的办法 上次和他一起来的人因为意外死了 所以这次就把我拉了过来 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 关系很好 当年他进入玄门也是经过我介绍的 只不过他的天赋比我好一点 虽然修炼比我晚了五年 却是有着和我同样的实力 而且他的媳妇当年还是我给介绍的 要不然的话 这么好的事他也不可能叫我过来 当然 也不排除他想多一个帮手的心思 行了 我不想听这些 回答我的问题 哦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需要搭设一个叫做混元祭坛的祭坛 把这六个金怪放在祭坛里面 用特殊的符咒催动祭坛 祭坛吸收六只金怪的能量和气息以后 就可以开启黄山的秘密了 听到光头男子这一番话 张凡的眉头轻轻一挑 这所谓的混元祭坛 他从来没有听说过 短暂思考了一会儿 张凡又问 他从哪查到这个方法的 这里面的原理又是什么呀 他说 这是一位第三进高人跟他说的 可这位高人是谁 他并没有告诉我 我也明白这其中的规矩 所以也没有多问 原理他就更没和我说了 他自己知不知道 我都不清楚 黄山里面 隐藏了什么秘密 据秦国强说 黄山里面隐藏了两件法器 一件是高阶品级的攻击类法器 另外一件是修炼类型的法器 他说除了这两个法器之外 还有别的东西 可具体是什么 他也不清楚 张凡听后轻轻点头 他手里面的金丝楠木棺材 并是攻击类型法宝 之前范蕾也催动过一回 范蕾那次催动 击杀了道行远远高于他的对手 寻常道士手里面拿的武帝钳剑 亦或是陶木剑 也都属于攻击类型法器 只不过 贫瘠比较低而已 可修炼类型的法器 张凡从来没有见过 他只是在一些典籍里面 看到过这样的类型而已 所谓修炼类 就是可以帮助人类修炼 还不会造成人类根基不稳的法器 这种法器类似于龙须草 聚原液这类东西 其作用便是可以加快天地间灵气 或者圆气 亦或者是两种气息的聚集速度 而这类法器大多数呈现容器的形状 其所汇聚的气息将全部都存在容器之内 修炼者置身于气息浓郁的容器里 修炼速度自然是十万公倍 甚至是几倍的 据说修炼类型的法器 是不需要人来催动的 将其自然放置在某个位置 它会自然而然地将气息汇聚 这一点 其实更像张凡以前遇到过的 那个乙和风水局 修炼类型法器 也是分品级高低的 品级越高 聚集天地间气息的速度 便是越快 聚集气息的种类也是越多 低品级的则是相反 但制作这样的法器 有一个重要前提 制作之人 必须是第三境枪者 但是 又不是每一个第三境枪者 都可以制作修炼类型法器的 想制作修炼类型法器 还必须要在某一时刻 达到道法自然的状态 才可以把法器 给制作而成的 道法自然的意思 类似于自然而然 但自然而然这四个字 并不能概括其中的奥妙 所以 或许只有真正达到了 那个状态的人 才方才可以知道 道法自然这四个字 到底是代表了什么 在张凡看来 这所炼制出 修炼法器的高低 也很可能 和所谓的 道法自然的程度有关 由于修炼类型法器的炼制要求比较高 所以 这样的法器十分的稀少 十分的珍贵 据说 作为超一流宗门的天宗 也不过是仅仅拥有两件而已 而这 也是天宗青年才俊 一直稳居于上风的原因之一 如果这个光头男子说的是真的 自己 又可以获得这件修炼类型法器 再加上龙须草和聚原液的帮助 那自身的修炼速度 还可以提升一大截的 张凡看了一眼 病床上的光头男子 不再逗留 直接便朝着房间外面走 光头男子身上并没有人命在身 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 张凡也不可能对其下杀手 小先生 您可要信守承诺 三天后 一定要把谷毒解药 放在您书的那个位置 张凡没有回答 做了一个OK的手势 出了病房 走出医院后 张凡找了一个隐蔽角落 把人皮面具摘下来 揉了一下脸 深深地吸了口气 他穿着一身登山运动装 这前两天里面 酒店门口旁边登山装 专卖店里面打折的时候买的 酒店里面穿这样衣服的人很多 包括那个光头男子 所以他倒是也并不需要换衣服 回酒店的路上 张凡把整件事情的脉络捋了一下 最后张凡决定 不介入秦国强和那个人的交易 他选择景观其变 他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 首先他并不是秦国强的对手 更何况 来送金冠那个人的实力是什么样的 他也并不清楚 如果强行介入 不仅会让自身暴露 还很可能会招来生命危险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